各位家长你好 欢迎收看ACI教育讲座 我是郭主任 很多时候家长会关心孩子在学校的选课的成绩 就是我们平常讲课业成绩叫GPA的点数计算 可是事实上这个GPA总分出来满分应该是四分 可是也有加重计算 所以有时候到4.2 4.3一直到4.8 4.9都有这样子计分 就是AP课或者Honor课它也会加重计分 但是这个在计算GPA是我这里要跟家长强调的一点 就是说GPA你不能只是看最后出来那个点数3.8或者4.0 4.2 你更重要的要学会内行人看GPA 事实上他是看这个课程里面的性质跟他的这个重量 就是说虽然GPA每一个这个分数拿到A都是四分 B是三分 C两分 D的话是一分它是固定的 可是在大学的眼里他会看这个课程它的这个深度有多深 就是它的weight它的重量有多少 所以你在算GPA的时候你不能只是拿一个GPA3.8 两个学生都是GPA3.8 所以申请大学应该放到这个秤上面是一样的重量 其实不对的这个3.8如果是有一个是有拿到两门AP课 最后出来GPA是3.8一个拿的课都是一些比较minor是次要的课 辅助性的课程重课的话它的级别不够虽然也是3.8 大学会倾向于你拿那种分量比较够重的课 它会优先录取这个学生所以很多家长并不知道 他们只知道说我孩子现在GPA是3.9或3.7 好像觉得这是一个安全的这个点数 可是如果我们把成绩单拿过来再仔细分析一下 我告诉家长说你现在孩子数学可能是拿的A 可是他比这个超前学习的学生来讲 他的数学已经慢了两年或者比普通学生慢了一年 虽然这成绩是A可是在程度我们就讲他的深度方面来讲 他不够没有达到标准 同样你也说上到很多AP的课程都是大学程度上 AP政府AP经济学就是说这个GPA和选课来讲 它可以用四个字来讲叫轻重缓急这四个字 就是课程有轻有重就它的分量缓跟急的意思 这个课程是需要在这个时候学完的完成的课程 你就不能拖到最后再去学它 那缓的课程就是说这些课程是高中毕业所需要的 但是申请大学并不这么重视 你就慢一点再去修这些课程 或者利用在暑假的时候不重要时间 把一些次要的课程利用暑假六个礼拜都把它拿完 你花一年的学年时间来修这些有分量够重的课 所以在ACI我们的counselor都会跟学生家长做起来讨论 说你在学校每次选课的时候 请你都跟学校ACI的顾问坐下来谈一谈 今天我们谈在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